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钟文泽 完全不存在争议 这是iPod挽救了苹果 iPod有出门屏之后 又成为了间接的改变世界iPhone的基础 所以说你现在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款 外观多年不变 性能不够强劲的古董随身厅 殊不知 这才是让苹果翻身的远古巨兽活化石 这其实还是一个4英寸的版本 也就是iPhone 5进化之后的厂物 在那个年代还被人业余称说是带余品 当年苹果费了好大的劲 从iPhone 4s 3.5英寸升级到了4寸的iPhone 5 我到今天还记得那个广告 说屏幕变不大了 但是还是可以单手握持 手指覆盖全屏幕 From this to this 今天屏幕尺寸和iPhone XS Max一比 眼看着也就四分之一那么大 我拿到Apple Touch之后 还真的有一种回到了iPhone 5那时候的感觉 在已购APP记录里 把七八年前特别爱玩的那些 特别爱用的那些应用都找回来了 让他们重新在这个4英寸的屏幕上 撒花狂奔 4寸屏时代一定人人都有一个人人 曾经的校内 各种查找小学喜欢 但是后来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一定会装一个倒数日 记录着距离iPhone发布已经多少天 一定会有一个天气通或者墨迹天气 那会儿的iOS天气预报根本不能和RTC比 因此催生出了一大批主打优雅画面的第三方天气APP 一定会装一个900颗 一度是最优质的论坛 会有一个印象笔记 当时最好用的云笔机应用 4英寸的单机游戏世界比现在可精彩多了 可玩性简直是手机游戏的黄金时代 那会儿的游戏不用多复杂的操作 只靠一根手指滑动就能够玩几个钟头的愤怒的小鸟 水果忍者 神秘逃亡 比如说只靠重力感人就能够玩 Doodle Jump Mega Jump 比如说每个人存档记录 动辄几千关的Candy Crush和宝石秘阵 那个时候4英寸的世界集合了我大概是最珍贵的手机游戏回忆 这些应用根本无视屏幕尺寸缩小 因为压根不需要精细的操作 依然能够获得极佳的使用体验 那么当时间来到了2019年 4英寸的屏幕体验到底如何呢 首先Apple Touch的手感非常的好 应该是iPhone最经典的那个前面版的设计 包括当年的这个机械Home按键 Johnny F最擅长的边缘弧线处理 加上6.1毫米的厚度和88克的重量 真的真的很轻薄 新推出的火龙果配色 特别适合男生 火龙嘛 尽显阳刚之美 iOS 13对于飞旗舰的优化性能非常的好 A10 Fusion还继续能打 60帧运行王者荣耀就跟玩似的 这个小玩意儿还支持AR 那孩子可以举着iPod看个恐龙 大人也可以拿iPod摆一个宜家的家具 不过太复杂的AR场景会出现发热和卡顿 打字4英寸我现在觉得很小 刚上手各种不适应 很难想象自己曾经在iPhone5上曾经见字如飞 但是iOS 13的滑动输入还是挺省事的 其实还是拼音输入法 但是滑来滑去就让我觉得 我很炫苦 不得不说这小家伙的硬件和今天的旗舰手机肯定是没法比的 拍照还没有进化到自动HDR那一代 还没有光线感应器 你调亮度还得手动操作 经常会有一种强光在外面 哎呦我瞎了吗 关灯在屋里 哎呦我瞎了 这样的感觉 现在越来越多的应用将操作界面按照大屏幕设计 因此当缩小到4寸屏之后 就会出现布局拥挤 按键过小的情况 实际上我在体验这款设备的时候 所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你是一个智能手机用户 那么Apple Touch就不适合你 因为你不管你用的手机是苹果还是安卓 在和Apple Touch对比中你手中的那款 通常都有着更大的屏幕 更好的拍照 更强的性能 以及出门有信号 没有信号这部分可以用大存储来找不找不 对吧 因为有256GB存储 因此你可以下载很多很多很多的Apple Music 所以说把智能手机用户排除掉的话 剩下的自然就是没有手机的那部分群体 学生群体 手机对于学生来说向来是一把双刃剑 尤其是他们自控能力比较差 需要更多的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这个时候 一款安卓手机 很容易让他们不小心下载到病毒 很容易让他们无法限制的疯狂给主播刷礼物 很容易看一些 不能让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学习上的视频 而对于学生群体 一款四五千元的iPhone 则可能换来妈妈的一句 我看你像个iPhone 但是学生又需要一台电子设备去适当的玩游戏 适当的听音乐 适当的从社交网络上获取信息 以及疯狂的查阅电子学习资料 至少你跟你妈这么说的 在这个时候 拥有可能是全宇宙最强管控能力的iOS13代表队 向我们迎面走来了 通过屏幕使用时间 家长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学生使用设备的时间 打开应用的时间 发微信的时间 以及阻止一些奇奇怪怪的内容 你说想用Safari访问奇奇怪怪的网站 对不起 你没有Safari了 你说想用应用商店下载其他就能去 访问奇奇怪怪的网站 对不起 你没有应用商店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Apple Touch可以完成家长对孩子的 每一个精细化的管控目的 借着买文具星 玩贪吃蛇的日子一曲不返了 真正的实现了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 要不说现在的孩子 真羡慕你们呢 Apple Touch不是一款需要情怀来购买的产品 如果非要说情怀 我觉得苹果在复刻 一个Apple Classic 可能卖的更多 Apple Touch就是一款目标明确的产品 这是最便宜的iOS设备 也就意味着这是性价比最高的 软件生态最完善的 学生管控娱乐数码终端 苹果的野心明确的很 果粉要从娃娃抓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 大家可以关注腾君数码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